Sally想問916 它可不可以反彈這隻股販 916相對來說 近期的股價不算太出色 始終新能源材料的板塊 在今年的上半年 其實是有一點面對著一些不太利好的因素 最主要是因為去年 第一季業績的基數 實在是太過高 反而令到916 今年第一季的業績 其實反而出現了一個按年的倒退 但是往往投資者 去判斷這些公司基本面的時候 往往就不可以看一個表面的數據 因為雖然說第一季 是一個按年的下跌幅度在 但是其實如果以一個拉長時間去看的話 它現在的盈利水平 總體上面都是維持著一個比較健康的發展步伐 還有我自己相信 即是現在在環球或者內地 能源供應偏僅的情況之下 短期來說 對於一些傳統的能源 是有一個短線的刺激需求在 但是如果以一個比較中長線的角度來說 發展這個可再生能源 才是解決能源一個缺口的一個最基本的解決方法 所以對於內地 我相信無論是光復行業也好 或者是一個風力發電行業也好 我相信我自己的看法 仍然是比較樂觀和正面的 至於在風力發電方面 我自己對916也相對看得比較好些 我覺得相對大使來說 其實916的股價表現已經算是比較平穩的 我認為這隻股票對於 在今年下半年的表現來說 我相信還是會有一個不錯的表現機會 譬如現在大概是15.5元附近 我自己覺得 在未來一段時間 有機會再試一試 前期那些頂部的位 大概是18元那些位 好